One is up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Daddy,溫力明 今天要Review的和Unbox的就是 GoPro Black Hero 沒錯,就是GoPro 7 Hero Black 黑色 基本上我已經是Unbox了 那個時候就是這樣 在這裡拿出來 基本上就是這個機器 裡面拆了的話 這些就是它所謂的USB 和說明書等等 我覺得不要說太多 拿出來的話 就可以用的了 現在這個是可以拆開它的 我開電了 Touch screen 所以如果你想要什麼Menu 要什麼Function 什麼Mood都好 在鏡頭上就可以觸摸 它最重要的賣點 就是這個HyperSmooth 非常穩定的 所以如果你是走動 或者你是那種比較extreme的地方 它基本上是可以滿足到你想要的要求 我第一個不喜歡的就是那個SD Card 原來用那種小型的SD Card 即是那個Micro SD Card 我自己本身不是那麼喜歡的 因為很麻煩 而且很小隻 不知道哪種病好 另一個就是它的充電 這個USB 是有特定的Cable 你必須要用它 私人的Cable 或者 要買一個同樣口的Cable 才可以 如果你平時用Android的Cable 就沒有辦法 可以一起去Share用 它不會感覺上 好像很Franjao 很霸佔的感覺 是很鎖匿 和很實正的 難怪可以 可以入水拍攝吧 第一個試驗就是什麼 就是試一下 這個機器 會被大風吹的話 它是怎樣 很明顯是沒事的 只不過 這個Micro SD Card 是沒有辦法去當大風的 現在我的手 其實是震得很重要的 所以很怕它飛走了 但是你看到它其實有少少暈的 然後這一個就是我在公司那裡 跑來跑它 因為它說我有這個HyperSmover 所以我試了 但是呢 感覺上 嗯 不是那麼理想的 很可能呢 就是可能是很暗 而且暗的話 有很多Noise 其中一個很有型的東西 就是 聲控 WOW Gopro take photo Gopro start recording WOW Gopro stop recording Oh my god Oh my god Amazing 這個機器 沒有口飛 是好東西來的了 眾所多都知道 如果要拍Extreme Sport 或者要拍一些比較 動作的東西的話 但是又不是什麼 所謂的 Big Production的話 Gopro Hero 7 Black 絕對是稱得上 霸王的 有趣 House 現在 然後